他們覺得不應該要有兒童餐的觀念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兒童應該跟大人吃一樣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菜單有 甘藍絲佐 白乳酪 還有石螺醬 海雪佐 有基因式水煮洋芋 然後甜點是橘蘋果 然後再依照孩子的年齡 看要倒成泥或是切成小塊的 所以整個菜單就是跟去餐廳一樣吃得這麼華麗 就看到了小孩就是一坐著一排 然後老師就開始上前菜 然後大家開始吃前菜 然後前菜吃完之後老師收走 然後開始上主餐 然後主餐吃完之後大家就開始吃甜點 然後就這樣一道一道一道的上這樣子 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好味道等著被探索 而我們必須教育孩子體驗味覺之美 好 Happy Wednesday 上次我們分享完睡眠之後 所以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在Bring up baby 他們對於寶寶吃副食品跟喝奶的一些觀念 在法國他們對於餵奶這件事情 應該說他們就是覺得每個人有每個人的schedule 但是事實上就是作者有提到喔 他說其實好像就是每一個法國人的喝奶時間都是差不多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從小就是早餐 午餐 晚餐 然後外加一個點心時間 所以他們從Baby的時候餵奶就這樣子餵 然後一直到吃副食品也是這樣子吃 一直到他們長大成人 也是依照這樣子的用餐時間用餐 所以他們把小孩的餵奶把它講成是用餐 因為他們覺得說餵奶用feed這個詞的話 很像是在餵牛吃草 餵羊吃草的一個感覺 那除了睡覺的法式停頓之外呢 他們的吃飯的停頓就在於說 兔子友分享說他在法國的restaurant看到非常多的小朋友 在餐館裡面是可以自己等待食物來的 那書中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非常喜歡 將品嘗蔬菜水果視為孩子美食教育的啟蒙基礎 是孩子體驗味覺之美的第一堂課 也就是說你給他提供食物的時候 是讓他去探索味覺之美 而不是只是單純的餵他去吃飯這件事情 當他覺得吃飯這件事情很享受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去就是追著他跑說 你要吃這個你要吃那一個 讓他覺得讓他自己自主的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的daycare需要我們自己準備 lunch and two snacks 我並不是非常會煮飯的人 應該是說我在結婚之前呢 完全不煮飯 那結婚之後呢慢慢學 但是也沒有學得很厲害 就是能吃就行 有小孩之後 我有去思考過這些問題 但就是我並不是那種可以做的很厲害的 很可愛的副食品這樣子 或是想很多複雜的食譜 我並不是那一種媽媽 但是我非常的在乎就是 他什麼食物都要去嘗試 其實我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聽到說 我的小孩不喜歡吃這個 其實我覺得你已經幫小孩決定了他喜歡吃什麼了 就是因為他們還在探索的過程 所以我並不會去假設Mira 他因為少吃的東西 或是他今天不吃這個東西 他就不愛吃了 我會一直提供他這個東西 然後讓他去品嘗 讓他去嘗試 讓他去感受 然後讓他自己決定他喜歡或不喜歡 而不是就是 你用口語來表達說你的孩子喜歡什麼 然後這個在書中有提到 在法國巴黎有一個叫做菜單委員會 他們會決定巴黎的公立脫鷹中心的菜單 因為如果有看過這本書的話就知道 在法國巴黎的脫鷹中心 他們非常的重視 如果你能進脫鷹中心的話 你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幸運 然後他們會把你的孩子 過得非常的好 他們覺得不應該要有兒童餐的觀念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兒童應該跟大人吃一樣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菜單有 甘藍絲佐白乳酪 還有石螺醬海雪佐有基因式水煮洋育 然後甜點式橘蘋果 然後再依照孩子的年齡 他要倒成泥或是切成小塊的 所以整個菜單呢 就是跟去餐廳一樣吃的這麼華麗 然後作者有提到說 他有一次他就非常好奇 這麼小的孩子 一歲多的孩子 兩歲的孩子 他們吃飯的時候是怎麼吃飯呢 然後他就看到了 小孩子就是一坐著一排 然後老師就開始上前菜 然後大家開始吃前菜 然後前菜吃完之後呢 老師收走然後開始上主餐 然後主餐吃完之後呢 大家就開始吃甜點 然後就這樣一道一道一道的上這樣子 所以他們從小時候就開始學習 要等待這件事情 然後可以再依照孩子的年齡 循序加入不同的食材 用不同的烹調方法 像是在聖誕節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還會加入鵝肝醬這個選項 他就總結了一句話叫做 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好味道 等著被探索 而我們必須教育孩子 體驗味覺之美 所以你知道嗎 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找到 知音的感覺 因為他就是用 不同的烹調方式 去烹調原型食物 不管是蒸 不管是燉 不管是烤 或者是不同的方法都好 你可以用同一個食材 用不同的方法去煮 去變換不同的菜單 所以我就不用去學 真的很多你知道很複雜的香蕉 我可以做成Cupcake給他吃 就是用不同的烹調方法 讓我覺得我得到了救贖 因為我真的沒辦法像很多 媽媽分享的食譜那樣子做 小孩的食物這樣子 所以目前現在我們家來吃的話 就是我們Mira 現在是跟我們吃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大部分都是用香草來調味的 然後就是少油少鹽 然後會加一些黑胡椒 檸檬這種天然的東西來調味 酪梨也可以 豆類也可以 豆類像是他很喜歡吃Homus 就是非常好的一個食材 愛健身的人可以吃這種高脂肪的東西 我用心去準備的餐 不在於是很複雜的烹調方式 而是我用心的去對待他 然後讓他均衡的飲食 讓他去享受每個用餐的時刻 就是我現在想要帶給他的 然後他有一句話我也覺得很好 就是用餐的意思 就是為什麼寶寶餵奶跟吃副食品 叫做用餐 那用餐的意思就是 和其他人好好的坐下 從容不迫 心無旁駛的享受一餐 而不只是通往健康的途徑 不跟我們分開吃 我們是大家一起用餐的 就是每個 有時候我真的可以感受到 他下課的時候 真的會很期待跟我們一起吃晚餐 當然我也很期待 就是這個時刻是真的 我們三個人坐在一起 全家獨享的這個時刻 就是這樣 那個樂器 我們已經喝醛了